大家好,美国今天宣布制裁台湾六家企业,包括四名商人 他们是涉嫌违反伊朗制裁条例,已经把他们列入黑名单了 这个消息是美国司法部公开宣布的 美国司法部在11号宣布基于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的出口规范 决定起诉台湾42岁女性企业家叫黄清华 清华大学那个清华,你要记住这名 美国财政部也在制裁黑名单中列入台湾六家企业与四名商人 而且东南亚也有一家公司,一家文莱的公司遭到起诉 美国司法部不光起诉中国,还有包括台湾 我觉得台湾新闻应该是不报吧 美国人怎么能起诉我们,美国人反共啊 美国司法部的新闻稿指 哥伦比亚检察官办公室起诉黄清华 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叫IEEPA 还有伊朗交易和制裁条例,ITSR 条例中对伊朗出口限制的制裁规范 负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司法部长,叫约翰德莫斯 他表示,被控供谋从美国购买商品 隐匿商品原产地,并送往伊朗 提供当地政府与企业使用 台湾人 那违反制裁削弱了制裁效用 并延迟了伊朗停止其所进行敌意活动 对台湾人也不手软 那黄清华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是德时国际公司 DES International CO LTD 这个公司啊,你自己搜 DES International CO LTD 德时国际 他与索尔特克公司啊 索尔特克 他是销售代理 是德时国际索尔特克公司的销售代理 这叫黄清华 他涉嫌协助伊朗研究机构 在未获得美国财政部许可下 获得美国商品 包括啊,包括什么 用于机电设备的大功率的功率放大器 网络安全软件 那这两项呢 也是,其实是包括在伊朗制裁范围内的啊 他从美国,从两个公司采购 隐匿啊,然后呢 卖到伊朗去 黄清华 美国之音呢 也报道啊 他也在商品包装中啊 删除带有美国制造的字样 Made in USA 这个序列标号 标签 以及将网络安全软件 下载到伊朗的境外的计算机上 以后记住啊 美国人 在美国那家台湾人 中国人 啊 香港人 啊 海外侨胞 是吧 都要记住啊 你 你 你这么干 很可能被人家列入黑名单 啊 你把美国的软件 下载到伊朗的计算机上 你就完了 另外把美国制造的这些啊 特别是列入制裁名单 清单的一些物资 卖给美国 不是 从美国 卖给这个伊朗 把那个美国字样撕掉 卖给伊朗 提供给伊朗 都有可能被列入黑名单 被制裁 那如果确定啊 他已经被起诉了嘛 如果确定 美国司法部的这个定罪 已经被确定 黄清华最高面临啊 五年有期徒刑 包括25万美元罚款 那五年啊 他下了一个软件 卖了什么呢 卖了一个叫功率放大器啊 我觉得这是猫吧 哎呀 我有点觉得好笑啊 功率放大器就是猫了 谁家没有个猫啊 没有个路流器啊 我估计就是那个东西 我也不懂电脑 是不是猫 美国制造的一个猫 下了一个软件 被判五年 看来他不是大规模的啊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我觉得这个人吧 这个黄清华 可能不太懂法啊 哎呀 如果是光是自己家弄啊 或者是没有注意啊 就是违反了条例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法官应该给轻判 那如果他是目的是啥啊 是实验 如果成了以后大规模在网 在网上运 那我觉得应该重判 这不就是违反美国条例 如果就是什么 就是自己不小心 是吧 弄了一个美国产的这个路流器 美国人的猫 功率放大器 然后又下了一个软件 到伊朗 在伊朗又下了个软件 这也被判的话 我觉得美国的司法 他就搞笑了有点啊 那美国就这样啊 你有法必义 我告诉你 在美国你只要犯了法 多小的法你犯了 他必须抓你 这是在美国市啊 我觉得这是 所以有时候 好笑啊 挺好笑 判五年啊 罚款25万美元 他的代理销售的两家企业 也将面临最高50万美元罚款 大家记录啊 跟伊朗 你要去伊朗 身上最好 把那个美国知道的东西都去掉 不要留下 美国财政部的制裁黑名单中啊 包括石德国际 有个叫王忠良 孙石美 这两个人 以及啊 企业相关的这个 相关企业啊 叫NAZ 美国此前啊 将十多名违反啊 规避对伊朗制裁的企业或个人列入黑名单 其中也包括多家中国与香港的企业 那这回是台湾的啊 台湾六家 那台湾呢 现在没有报道啊 中国之前是有四名香港官员啊 因为这个港区公安法 那这个四名官员也被制裁了 那这回是制裁的是六个啊 六家台湾企业 四名台湾商人 我觉得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一贯的啊 对不对 台湾也是中国 违法了 你是不是 你也得受着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明美国啊 是遵守了一个中国原则 哎呀 在伊朗是不是 弄了个猫啊 下了个软件 被判五年 罚款25万美元 台湾人啊 你看我节目有很多台湾人喜欢美国 你得知道啊 美国呀 其实也并不喜欢你们台湾 并不是爱你们台湾 你要是犯了美国的法律也是一样 这是我今天啊 看的比较好笑的一个新闻 台湾媒体有没有报道啊 好像没有啊 为什么不报道啊 美国不爱呢 不爱台湾宝宝了 美国很爱你啊 没事 有AIT啊 美国在台协会呢 保着你 绝对保着你 哎呀 这个呢 我觉得是美国这个司法部啊 对于中国 包括台 他美国人想着你 台湾不也是中国 对于中国 香港啊 包括台湾 我觉得后续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起诉啊 政策都会出来 就是川普在11月12号之前吧 下台之前 川普会折腾的 这个折腾不光是折腾大陆啊 也包括你 你台湾 你记住你台湾人 你台湾人在川普这个竞选活动中 上蹿下跳 你台湾人 那川普一定也是知道 一定也是知道的 明白吧 你包括我之前讲的那个宾夕法尼亚州那个工厂 我怎么输的宾夕法尼亚呀 啊 我川普不想吗 不就是你们台湾人吗 不就是那台湾人吗 跑去建厂 跟我说 那工厂一定啊 有就业 结果怎么样 烂尾了 烂尾了 宾夕法尼亚输了吧 不搞你台湾人都怪了 台湾人 你一定要想清楚 你们台湾现在媒体天天抄着 啊 拜登 川普 是吧 两边谁选上 对我们台湾都好 是吗 川普还有两个月呢 这两个月你看着台湾 你看着这台湾 这两个月啊 绝对他要报仇的 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第一弹啊 我觉得后面还有 这川普这个人绝对啊 他失败了 会被或把怒火发现在台湾人吃 真的 你台湾小心点啊 最近小心点 哎呀 这个人我觉得是最远的啊 最远的 弄了个猫啊 放大器 其实就是什么 信号放大器嘛 就是那种是那个猫啊 WiFi扩大放大 又下了个软件 被判五年 台湾人好好想想啊 哎呀 这个川普真的啊 让你们台湾人是又爱又恨的